2018-0708号汉校055大驱目前已经下水四艘 作为我国乃至世界都是最先进的驱逐舰 055自然是备受瞩目 不过也许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 055虽然建造速度很快 并且传电系统都很先进 但要完成实质战斗力的建设 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 想必也并不太平 已经将我们视为假想敌的国家 可能到处走势 制造些摩擦争端 自然也在预料当中 然而052D在首批八艘055 全部完成实质战斗力建设前 仍然是中国海军最为重的驱逐舰 并且在此后仍然也很长一段时间内 会是海军各驱逐舰支队的主力 但是如果在2030年以后 这些052D也就只能退居二线 但是在发展计划中 已经明确指出 海军要在2030年前后 拥有数艘大型航母 显然在这一关键节点 055的数量也难以赶上 建造计划终止之后的052D 航母的保卫工作 很有可能需要大量的054B 一类的远洋护卫舰来执行 然而054B始终还是一款中型护卫舰 在任何方面都难以跟现代的中 大型驱逐舰等比较 055对于现阶段的中国海军来说 价格算高了 自然也不会大批量地下脚子 首批八艘估计已经是能承受的极限 在这段时间内也就需要一款技术程数 性能均衡稳定 功能足够应对 可能存在了威胁的通用驱逐舰 然而目前技术程数 性能均衡稳定的驱逐舰只有052D 但是前文提到 052D已经不是用于2030年后的中国海军一线部队中 所以为有的办法便是改进 按照设想 这款通用驱逐舰将会使052E更比052D 052E最大的特点就是舰体内部动力 发电机的改装 传电系统的更新 传电系统持有89 会使用如今055上安装 发电机总功率至少比052D提高一个档次 以便为新一代的传电系统提供充余的电能 再者就是机库的改进 052D的第三批次 已经将后甲板拉长了四米 为了容纳即将上舰的直20舰再行 而052E如果要在反潜这方面 做到与055大致相同 除了对升纳的改进以外 就是需要双机库 以便容纳两架反潜直升机 这样一来 052E的满载排水量 势必会比052D增加不少 如果是舰战武器这一方面 自然可以沿用052D的 可以大幅度降低建造成本 或者在局部地区进行小改 例如增加垂直发射装置的深度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052E必然会安装055的船电系统 尤其是对空海搜索相控阵为的 若要在2030年后不落后 也仍然要对其进行不断的升级 这对052E的战斗力至关重要 按照现在的趋势 052E的租位多少已经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能否完美地融入现有的作战体系 和未来的作战体系 单见出海能镇得住方圆50海里的海域 编队航行能为重要舰艇支撑起 至少100公里长的防空火力圈 毕竟在未来 中国海军各区之 还是会逐渐发展成 以055为主力舰艇 远洋大户 052第一位辅助舰艇的驱逐舰支队 052E其实也就是个过渡性的舰行 但是说不准是否会大规模生产 取代052D 未来中国海军的发展将会超出想象 让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